新消息带您关心 首先来掌握的是在新北市这边 有一位毒虫向妈妈要钱买毒 妈妈不肯给 这毒虫居然就偷了机车 蓄意冲撞超伤 结果造成了一位女顾客被撞得头破血流 她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生 她本身她也不晓得什么状况 怎么被撞得完全不知道 惊险画面再看一次 一台摩托车蓄意冲进别离超伤 完全没有刹车直接撞进来 等候结账的女顾客被撞得正着 这个柜台在那边冲撞 故意的 女顾客痛得用手捂住头 店员赶紧拿面纸帮她止血 现年30岁有毒品前科的男子姚洪南 二号晚间向母亲讨钱买毒 要不到钱就连偷两台摩托车 随机冲进新北市树林一间超伤 造成女顾客脸部受伤 要信男子吸毒成瘾连家人都怕她 所以她妈妈一直搬家是 她本身不给她知道她的出手 会跑到那个住处去乱这样 只因为向母亲要不到钱买毒 姚信男子就在新北市板桥 先偷一台机车扔在桥下 随后再骑另一台偷来的车 冲撞超伤 超伤的玻璃门碎了一地 场面十分惊险 姚信男子之后再以安全帽 破坏超伤内的影印机 恶劣行径 以窃到公共危险 毁损伤害罪 移送法办 阿里